古代帝王 梦寐以求的仙道秘宝 丹药 相传秦始皇为了拥有成生不老之躯 也渴望得到此禁忌之药 然而人们相信这种强大的丹药 会给世间降下灾难 还曾经有人说秦王之后的每一场战争和权力的暗斗 也必有着丹药在情中作祟 时过境迁 大汉也逐渐衰败 散发着丹药光芒的阴霾再次笼罩天下 即将唤醒沉睡于各地的龙 王天上世 知日可待呀 天上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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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您出手相助 大恩末世难忘 很高兴看见您伤势痊愈 找不到你了 拥有不死丹田之人啊 对 如此一来 老夫多年来的夙愿 要实现了 若是和您一起想必圣机尚存 请佩戴死于时 用意护身 相信 其定能助您脱离险境 不能再让他们为非作歹了 我们走吧 我们走吧 请收下 我想 这定会对您有所帮助 只能以为卖之情 精练而成的样子 具有疗伤的不伤 看来此路不通 若能穿过那座主台 真是精彩 我果然没有看错 我果然没有看错 不准备了 不, 可能是我們將此不激烈 應該能用你落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为饱受磕正之谋的百姓 如今却如内湖海的孤身乱死 我求求是谁 令他们变得如此 令他们变得如此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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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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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